哈囉大家好,我是菲英 在最近,PiBeat有不少的動作 增加了拍錢包 還有官方Telegram之類的功能 目前預計在今年年底 會正式上到教育所 我個人目前看起來是覺得蠻有希望啦 但我是在2019年的9月 開始挖牌的 之後除了當兵時因為換了智障型的手機 不太能挖之外 基本上可以說是全年無休 全情獎啊 在我挖的過程中 陸續對有人來問我說 你覺得Pi未來預定價格可能是多少 因此今天我就來跟大家講講 我對於Pi未來價格的看法 和解答一些大家對於Pi可能會有的一些問題 那事故於是 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分享吧 在講Pi價格前 我們要先知道它的區塊鏈計算模式 到底是怎樣進行的 這邊就不得不提下Pi幣的前身 也就是在Pi白皮書中所提到的恆星共識協議 那這個協議下最著名的就是恆星幣 這個幣 當我們在發放時 是採用空投的方式 總量是1000億 那其中95%都會通過免費方式方式提供給用戶 那留下5%作為營運用 那按照目前Pi幣的挖礦人數和速度來計算的話 Pi幣用戶目前已經超過了1000萬人 目前大概是1700萬人喔 而Pi幣目前的挖礦總量也到達100億多顆 通常虛擬貨幣都喜歡用整數來當作計算 那現在目前預計到今年年底才會上珠王 這段時間又會有新的人加入 因此個人推測 挖礦的總量應該會是在1000億附近 那講完數量 我們來討論一下預估的價格 外面有許多人都說一顆Pi可以價值100到1000美元一顆 那這種我目前都是聽聽而已啦 因為聽起來就是在抬價而已 這次我們用比較靠谷一點的算法給大家聽啦 那Pi幣當中的目標是想要取代 比特幣的全球第一的加密貨幣 我們這次就用比特幣的市值做計算 比特幣的總發行量是2100萬顆 那Pi幣預估是1000億顆 目前比特幣一顆是56000美元 按照常理 發行越多的幣 幣值就越低 我們先用Pi幣發行量 除以Pi幣的發行量 1000億 除以2100萬 就等於4761.9 接下來我們用比特幣一顆的價格 去做比例上的估算 56000 除以4761.9 大約就等於11.76美金 那從這邊就可以得出 Pi幣未來可能的常見價格 大約在11到12美金一美 那上市價格可能也不會太高 我們就用同樣都是1000億顆的恆星幣 還有瑞波幣做比較 兩者上市價格都是在 0.001到0.003美元左右 直到上市的2到3年後 大概是在2017年 一顆才有0.01的價格 那當時虛擬貨幣還不像現在那麼廣為人知嘛 所以用以上兩個幣種作為參照物 可能沒有到很準確 但我們大概把一顆的氣質價 可以裝他們的氣質價10倍來做計算吧 所以一開始的開盤價 可能大概就是0.01美金而已 但這個只是我們目前保守估計的計算價格 未來是更高還是更低 都是要等上交易所才知道 畢竟虎鼻的價值 決定在人們的共識上 共識越高 通常價值就越高 只要大家認同這個幣的價值 它就是有價值了 那我們現在能做 就只有努力的在它停戰前 繼續的挖框而已 繼續挖它 繼續賺它的錢 那講完幣的預定價格後 我來發表一下自己一些小小的看法 真的是小小的 因為我也是小咖而已 那許多人都認為 挖拍除了手機之外 都不用付出什麼 但實際上你是要付出的喔 你付出了許多看不見成分 你付出了 再看不到結果是 依然堅定挖拍的耐心 你忍受旁邊的人不諒解的目光 你付出了你的時間在推廣拍 還要解答他人對於拍的問題 那這些無形成人 都是許多人沒有考慮進去的 我不敢說 拍會讓你大覆大規 但至少比我們之前影片中介紹過的這個幣 錢你真的好太多了 這種直接送你錢的 連挖都不用挖的幣 都可以上交易所了 拍只要想上交易所 隨時都可以上 只是他們還在等 等到把一切準備好 等到話題足夠 等到大部分有興趣的人 都上了拍只要大船時 才會正式上租網 至少他的前景 我是很看好的 就像股票一樣 股票買的是什麼 他買的是公司的未來心 那花閒蛙拍就是看好這個項目的前景 更換到這個項目 也沒這樣掏任何錢出來嘛 就是每24小時給他點一下 至少我個人是覺得可以嘗試啦 他的前景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說實話 比起狗狗幣 或是一些其他垃圾幣 我真的覺得這個的基本面好太多了 那當然如果你沒興趣也沒關係 就套一句 常聽見老話嘛 不做不會怎樣 做得很不一樣 投資資源一點時間 增加未來翻身的機會 投資路上有你 有我 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好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囉 希望今天影片對你會有幫助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塾我的粉絲專頁 跟我自己一起討論 我是菲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Lazi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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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